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归心 美国的民众对贺锦丽充满了期待 然后她的民调迅速超过了川普 因为拜登当年的民调 这些媒体告诉你说 两个人叮当码头 49 50 49 48 47 46 现在贺锦丽一出的时候 他们告诉你说 其实当时拜登的民调不是这样 拜登只有27 而川普超过了60 所以现在贺锦丽跟川普之间又是48 49 47 41 那这就超过了川普 有一些赌盘甚至告诉你说 贺锦丽获胜的几率达到了72% 如果你又参加过足球博彩的话 你应该知道赌盘告诉你哪一家赢率大 你如果押注的话会是什么下场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为什么媒体要营造一个贺锦丽天下归心 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们来看最近X就是过去的推特 马斯克告了好几个团体 都是那些什么广告联盟啊什么这些 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些广告联盟这些所谓的 要往正确的媒体发放广告的组织 他们有多大的能耐呢 他光是扣了X平台的广告 就扣了50多亿美金 他只是给一个X平台上可以投放广告50多亿美金 你试想一下 如果把全美国的这些大媒体算在一起 他们手上掌握有多少广告费 我认为过千亿应该一点都不过分 正是因为这些人掌握了这么大的广告费 哪个媒体听话 他们就往哪里投放广告 哪个媒体不听话就断绝他的广告 现在马斯克的X就面临这个困境 那我们从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利益的关系 所以媒体说什么话 是由这些商家决定的 而这些商家一旦跟政府之间 跟行政权力之间建立了利益联系的话 这就形成了一个政府给利益商家 商家给利益媒体 媒体反过来营造舆论气氛 有利于政府 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生物链的形态 是已经形成很久的一个美国社会现象 所以媒体一致的支持民主党在过去 已经变成一个惯例 而现在越演越烈 那么在这一次在X平台上面 马斯克和川普的这个谈话的过程中间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问题 首先在开始之前 我们就知道X马斯克的一些专访 他一定会遭受到网路的攻击 那么这个攻击从何而来 不得而知 但是每一次必然攻击 那么这一次呢 当然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整个访谈过程 应该说谈话过程 大概延迟了40分钟 但是相对来讲这40分钟呢 让很多想要上网听这个谈话内容的群众 不断的点击 让他的点击率几乎超越了将近10亿次的点击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并不夸张 因为同一个人可能点击了数十次 进不去啊 就是进不去 所以他的点击次数不断的上升 那实际上呢 这个访谈最后能够同时在线呢 原来是准备有800万人在线听 他测试的时候可以800万人 但是后来大概只有120万人左右 那么这样子的其实呢 这样子的收听率也是相当的高 那么当然他的内容呢 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接受 这个呢 当然每个人的意见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网路上面的影响力 光是一个X的这样的媒介 就可以影响这么多的受众 那么传统的主流媒体和新媒体 在民主党能够左右的这样的方向之下 有多少受众是只接收他们想听的讯息 那么这样子的讯息底下 又有多少利益集团给他们输送广告 让他们能够继续的壮大存活 而跟他们作对的媒体 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些媒体广告的资源 让他能够继续存活下去 就让我们看到媒体必然有一些倾斜 为了生存 为了要让将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媒体是不是就会偏移 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纸张媒体 我们知道现在纸张媒体 在所有媒体当中日子是最不好过的 所以像华邮啊 纽约时报啊这些 他们就一定要顺应这个 背后力量的引导 所以他们才不断地说 贺锦丽一出天下归心 但是这种媒体的影响 确实对美国的选民会带来一个心理上的影响 当然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媒体的报道方向 基本上来讲 它可以掩盖很多全程谈话的内容 而只播出部分的片段 那么我们说到 当川普说 北韩的领导人 俄罗斯的普丁 还有甚至伊朗 这些领导人现在都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他们现在在巅峰 那是因为过去四年 美国对他们的制裁 对他们的威胁 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伊朗的例子 因为现在这个礼拜 大家都在很紧张 伊朗会不会对以色列发动全面进攻 但是伊朗为什么能够在中东这么嚣张 大家还记得拜登上台做了什么事情吗 马上重回伊朗核协议 这是川普年代废除伊朗核协议 对伊朗进行了这个严厉的制裁 把伊朗的力量束缚在一个等量级 但是拜登上台之后 重新加入了这个伊朗核协议 光是美国为伊朗释出了五十几亿美金的资金 我们就不要算什么德国法国 这些本来就在伊朗核协议里边 态度比较温和的国家 向伊朗释放多少资金 伊朗有了这些资金 就度过了他们的经济困难 再有川普在台上的时候 跟沙特签了一个巨大的军火贸易订单 为什么沙特要买军火 沙特买军火就是为了抗衡伊朗 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中东 伊斯兰教派的对立导致他们两个是死敌 拜登上台之后 马上就把这个订单给断掉了 但是现在拜登说 沙特已经变成了一个看起来比较不错的国家了 我们又可以卖武器给他了 什么叫前后矛盾左右摇摆 拜登的政策就是像前后矛盾左右摇摆 那在我们刚刚讲到的 除了这个国内政策之外 这些国际政策也让我们看到了 川普跟拜登之间的区别 川普在跟马斯克的对谈当中 讲得非常清楚 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人 才能打败他们 但是媒体的报道 我们刚刚说就是切去前面那段 赞美金正恩 赞美普京 赞美习近平 后面就不讲了 所以媒体呢其实他报道了巅峰的这些邪恶周星国家的领袖之后呢 反而他要导引所有的受众认为川普是羡慕他们的 甚至川普说四年以后你们都不必投票了 意思也变成川普将来也要变成一个独裁者的形象 那么媒体这样子的渲染呢 当然有很多受众是可以了解他们的目标 这就是媒体的计量 这就是川普说四年之后你们就不用投票了 川普意思说今年很重要 四年之后你们投不投 我们在四年当中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 美国已经朝正轨走了 所以你们愿意不投票我也没意见 但是媒体的报道就是四年之后你们不投票了 我只要一上台我就变独裁 以后美国没有选举了 如果你了解美国的宪法 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 你知道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再来这是川普跟马斯克的对谈 当中一个内容 川普说如果我选输了就要跑到委内瑞拉 那里比美国更安全 媒体的解读告诉你说 川普羡慕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罗 因为他刚刚才作弊 再次在选举当中胜选 但是川普的意思说 如果我选败了美国朝错误的方向再走的话 美国比委内瑞拉还要危险 所以我要躲到那边去 川普就是一个讲话这种风格的人 但是他恰恰就是被媒体抓住 再加上他们愿意讲川普的坏话 所以我们回归到这一次选举 真正的关键 其实川普确实他有很多政策 是可以修正过去拜登执政 对美国造成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看到削减通膨法案 还有让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这些补助 将近花了2200亿的这些补助 现在据说将近40%的企业 已经是停滞 甚至已经完全拒绝继续发展的这个现象 大家最熟悉的台积电二场 就是这个状态啊 是 所以我们看到在媒体的渲染之下呢 其实关键就是这一次的选举 在民主党来讲他其实完全的目标 要放在所谓的自由派和他所信任的年轻人身上 因为这些年轻人在新媒体的渲染之下呢 其实他们对于所有的资讯都是属于片段而且短暂的 他们愿意相信只有贺锦丽可以阻挡川普回到白宫的这条路 你切出那个片段川普说普京跟习主席是很强大的人 那大家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跟川普跟习主席一样的人 所以这个片段就形成了 现在以美国现在目前媒体这个状况 我们相信在接下来一直到大选投票之前 都会是这种媒体的声音 君兄你也算半个媒体人 怎么看美国媒体的现状对今年总统大选带来的影响 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传统媒体他们在歌颂所谓的贺锦丽的这些造势的方式 可以显然知道说呢 这个川普怎么突破这些媒体的包围网 能够把他的政策撒出来其实是他的一个最大挑战 当然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在面对这个川普在批评这个拜登的时候呢 结果呢现在拜登退选之后呢 那个年纪老的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回力标 就达到这个所谓川普的这个身上 所以基本上呢 其实有很多东西呢是川普当案始料未及的 包含这个当初所谓要攻击这个拜登的这个议题 或者是甚至说 他那套剧本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 现在这个剧本不能用大东西写 那另外呢这个贺锦丽呢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政策的时候 你也不晓得要如何去挑他的毛病 因为没有政策就是得没有招数 无招变成甚有招的这种情形是短暂的状况 就像我们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经常有这个情节 一个武林高手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 这个人不露声色面无表情 站在就是不动 然后这个武林高手心里就产生一种疑虑 他为什么敢在我面前这么冷静 这么泰然自若一定是高手 一定是高手 选民也会这么相信 但是接下来 那你总是要出招啊 是所以说 那个川普是希望说 在这个所谓的辩论上面 至少要来个三场 不管是接下来的ABC 他又希望有一个NBC跟一个FOX 基本上呢 我相信贺锦丽呢 能不出招呢 才不会显露出他的所谓的政策的贫乏 当然呢 他在另外一方面在造势的时候呢 用另外一种模式 就是好像散播欢乐一样 这个哈哈姐就哈哈的整个全场 好像这个气势非常的欢热 那相对于呢 这个拜登这个之前的做法 那个贺锦丽把这个场子 把他炒得更欢热的状况是 更有这个所谓的 他所谓的成效性 那川普呢 当然是他有一种 好像一个负面恐惧 让大家觉得说 如果今天这个共和党 不赶快再把这个 所有的保守的传统的 这个架子放进来的时候呢 美国可能会带来一个 更多的危险的境界 所以基本上这两种的情绪 也许会对这个选民的 这个所谓的 目前短暂的吸引力 是有造成不一样的影响 所以说 当然这个 在这个选举 最到最后关头 大家还是要看 我们今天到底要选择 哪一个所谓的领袖 来带领美国 走向更好的未来 所以说 其实 在川普跟这个马斯克 在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比较好呢 这个议题其实就涵盖了很多方面 最重要的当然第一个就是经济 我们经济 在过去真的是惨不忍睹 在接下来 我们的治安 我们的教育 在这个所谓的很多的议题上面 包含国防外交 都很多的东西 这个一个好的一个领袖呢 才能够把美国 一些过去的困境走出来 因为 要点破就是这些 外交政策是不是让这个美国 在某些方面是绑手绑脚 而且呢 很多这个美国要成为世界领导 是不是要用另外一种姿态 让大家能够更配合这个未来领袖 而不是 让这个所谓的大家 还可以跟美国讨价还价 甚至呢 靠向这个中国 靠向俄罗斯 或靠向这其他 其实美国的政策的方向是一致的 但这些国家呢 其实团结性不够 所以有一个强大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呢 可以凝聚更多民主国家的 所谓的结合 那包含军费的增加 这些其实都是川普一直在强调的部分 所以现在在这个未来选战最后的这个阶段呢 我觉得其实呢 共和党应该继续往这个方向去 把他的政见能够做一个对应 把生活 把外交国防都来做一个对应 而且甚至这个贺吉尼在讲这个所谓的外交政策 他很明显在一个场合 对这个以色列 反而是希望是以色列撤军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发现 他跟拜登目前所执行的政策 是有完全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 我们现在看民主党内啊 似乎反游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包括贺锦丽在威斯康星州 好不容易第一次的这个造势活动 好不容易来了超过1000人 她在造势活动就被闹场 什么人闹场还是民主党人闹场 就是这些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哈巴斯的人 当时贺锦丽就像这个我们小时候外婆跟你讲故事一样 就是不要吵 再吵川普当选了 我看你们怎么办 那从这个事情我们看到 民主党现在我们说贺锦丽万众归心 坦白的说我个人是不相信的 万众归心总有一个理由 谁能给我一个理由 贺锦丽为什么万众归心 我们也不说贺锦丽是不是万众归心 我们从她党内的这种反游的力量 就可以看出来 贺锦丽在接下来的选举的进程当中 她如何要说服这些人支持她 这些人如果不支持她的话 她的选情一定会受到很大的破坏 在这点上贺锦丽能够有什么办法 所以她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要看美国整个群体 对这个所谓的支持 这个中东的这个方向 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说如果说她是为了要 巩固这些这个巴勒斯坦 这些的选票的时候 也不要忘了其实 这个传统对以色列的 这个支持的这个美国选民 到底是怎么想 你不要忽略了犹太人在美国 政治圈里边的这个能量 现在我们看的现状是 有一些犹太人在过去的政治圈子里边 他们跟民主党绑在了一起 有一些跟共和党绑在了一起 犹太人本身是分裂的 但是当民主党很清晰的去支持哈马斯的话 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 还能够坐得不动吗 你觉得呢 对啊 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说 就算拜登 他对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支持 不能在这个党内 用一种方式的时候 很明显去讲他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在政策的很多的 波刀汹涌的暗潮之下 在做运作的时候呢 他很多的方式呢 还是对以色列保持一个一定的说 只是口头上对以色列是要能够 口头谴责 实际支持 遏制说 好像口头上要遏制说 以色列你不要再做了太多的 这个报复或太多过激的行为 他只能这样的表态而已 但如果说真的今天这个 赫锦丽在这个外交政策 是这个所谓的大乡禁庭的时候呢 其实呢更大的这个对他选票的 这个伤害的程度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显现 所以赫锦丽有本事可以把哈马斯 从美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上剔除啊 他这样做的话 美国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裔的美国人一定会全力支持他 但是你顾此私疲啊 你后面的犹太人的力量怎么办 美国的中间选民怎么办 所以赫锦丽能够怎么做 所以他这样这种方式 所以开始在想说 他到底是短暂性的所谓的 划纵取从还是只是在 这个取悦一部分的 他认为说很重要的选民 其实这个所谓的取悦这一部分的选民 是不是代表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其他选民的一个想法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他这种表态越明确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在做所谓的政治上的 某种的赌博 因为毕竟来讲 选战还是要靠这个所谓的 政治资金的这些的所谓的支持度嘛 所以说倒向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一个所谓的犹太裔的 这些的所谓的 所谓的在资金上更支持的共和党 这个状况下呢 也许在后面很多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观察下 会产生更多的这所谓的质变 现在2024总统大选 说资金对党派的支持 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就是过去一些支持民主党的金主 现在开始转投共和党 比如说马斯克 马斯克应该说在2020年 没有很明确的支持川普 也没有给川普捐很多钱 比如说阿克曼 阿克曼当时也是支持民主党的 还有像这个摩根斯战的戴蒙 这些人过去都没有支持共和党 那么但是在今年呢 我们看到一众的矽谷的这些富豪 一众的华尔街的这些富豪 通通都把他们的钱投入到共和党 川普的阵营 我们就以马斯克举例 有媒体报道说马斯克每个月 要给川普捐4500万 马斯克说没有这么多 那没有这么多是多少呢 现在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调查报道 说马斯克总共准备投入1.6亿美元 给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拿来干什么呢 这个招数看起来非常有意思 第一 他要组建一个超过6000人的志工大军 挨家挨户地敲门来替川普吹票 他们现在已经敲开了多少户人家的门呢 27.5万户人家 马斯克这个做法 其实我们看到 恰恰就是过去民主党行之有效的选举手法 有钱 然后请人挨家挨户地告诉你 民主党怎么样的好 共和党怎么样的坏 在马斯克现在目前的这个成绩单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数据 就他们已经为大概6000人进行了选民登记 你听这个数字好像6000人不算什么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6000人是选民登记 换句话来说 他们过去没有在大选当中投股票 这些是什么人 不可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吧 他们很可能是中年人 甚至很可能是年轻人 如果这些人开始愿意登记成为选民 并且因为受马斯克的影响 开始愿意今年 他们说的是到选战去投票 说明他们的政治理念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从不投票变成了投票 从用民主党那套邮寄选票的方式 到他们要自己到选战去投票 这些人就有可能成为川普的支持者 有可能成为选票战当中点票的监票员 怎么看马斯克用这笔钱 会对川普今年的大选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不要忘记了 2020的选举 另外一位美国富豪扎克伯格 捐了5亿给民主党人 其实也就是用在这些方面 那今年马斯克的做法 并且他带动了一众的这些细股的富豪 我想可能加起来 应该超过2020年扎克伯格那笔钱 会对大选产生影响吗 我们看川普的选举在2016年第一次选举 他的捐款基本上是属于草根的捐款 也就是说他的大额捐款 大概占他整个竞选经费16% 但是到了今年 川普募款的大额捐款比例 已经超过68% 也就是说他得到了非常多企业 甚至大佬级的直接的大额捐款 这是不是也是经济政策效果的一个折射 当然我们看到他选择的这个副手万师 其实也是跟这所谓科技界的这个大老 有非常好的关系 那么这样子的连结呢 当然制造了很多所谓的科技精英 也就是说在中间选民里面 比较年轻和中年这个等级的一些选举人 可能开始对于这些科技精英指引的方向 会有吸引力 那么马斯克呢 他说他现在每一个星期五花一个小时 要来和这些年轻人组合6000人的大军 他的目标要敲开这些摇摆州选民的大门 他的目标要募集80万的选票在这些摇摆州 也就是说这80万票基本上 可以让这个摇摆州的选情呢 让川普躺着赢 那到底会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呢 我们反观民主党 他现阶段来讲 基本上在贺锦丽完全不交锋的状况下呢 他主导了一个所谓的分裂选举 也就是说选民讨厌川普的永远讨厌川普 但是要把这些人激出来 站出来投票 那么他的方式当然透过网络 透过TikTok向这个年轻人呢 不断的散发民主党要宣传的讯息内容 虽然没有政纲内容 但是单就一个巴勒斯坦的问题 他让大家都认为如果川普当选了 巴勒斯坦就接近灭亡的这样的命运 这样子的宣传方式 当然也可以得到一些效果 但是最明显的例子 也就是在民主党自由派的这个讯息宣导下 我们看到非常多自由派的议员 在上一次选举失利的 这一次在民主党的初选 卷土重来 而在这几天我们也看到 麻州在整个出身正名的性别认同上面 已经取消了父母的称谓 让所谓LGDPQ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 有更实质的未来和小孩组成家庭的合法性 在这些宣传之下 让大家认为这些欢乐的气氛 让自由派不断的宣扬这些喜乐 让大家认为这一次的选举 只有贺锦丽可以阻挡川普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节目当中 有一位观众朋友留言 他说民调是怎么回事 他在旧金山生活 他曾经接到过民调电话 他回答到第四个问题 总共有20几个问题 他回到第四个问题 对方感觉到他支持川普 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民调结果 所以说2024没有这种大选 其实我们看什么 看的还是经济政策 看的还是谁能够把美国带到更好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观察 美国大选的变化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批判时事解读新闻 我是张秋杰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见